周琦驰援广东宏远后,朱芳宇又做出大动作,杜芬争冠双喜临门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广东宏远队近日获得了周琦的加入,使得球队的实力迅速的得到了提升 在过去的机场比赛中,周琦的表现逐渐增长 他在CBE联赛中轻松应对任何对手 作为中国篮球现役第一人,周琦在内线的统治力是任何内线球员难以企及的 他的回归使得广东宏远成了争冠热门之一 在周琦回归之前,广东宏远队的状态相当不稳定 特别是在内线方面存在一些问题,缺乏一个稳定的内线支援 然而自从周琦回归以后,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他的存在为外线的外援以及胡明轩、徐杰等人创造了更多的进攻空间 整个球队的运转更加流畅 似乎广东宏远队已经驶入了争冠的快车道 此外,在周琦回归之际,朱芳宇也展现了他的实力 他成功的推动了广东宏远队为易建连的球衣退役 举行了一场盛大仪式 将在12月29日主场比赛前正式举行 这个仪式不仅体现了俱乐部的关怀 更是对易建连这位传奇球员和宏远队的致敬 这一举动提升了球队的凝聚力 同时也为球队增加了软实力 有了周琦的回归以及易建连球衣的退役仪式 广东宏远在争冠之路上拥有了双重保障 在他们与其他强队的较量中占据了有利地位 这是球队的内外线实力均衡 争冠已经成为了他们的首要目标 总之,周琦的回归为广东宏远队带来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而朱芳宇的大动作则为杜芬带来了双喜临门 球队的软硬实力都得到了提升 他们在争夺CBA总冠军的征途上取得了领先 无论是卫冕冠军辽宁南篮还是其他竞争对手 东南阻挡广东空远队前进的步伐 毕竟他们拥有一支内外线实力均衡的球队 并且已经将争冠目标提上了日程 对此,大家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里多多发表你的看法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